早上午9點多 新北市三峽的火葬場 發生砍殺事件 兩位分屬不同禮儀公司的員工 為了爭奪下關的生意 先是口頭互嗆 最後其中一方 竟然衝回車上拿刀 當場砍人三刀 在騎車離開 先來聽聽看目擊者的說法 我們下關起來的時候 就是有點爭執 他們兩個上次 是有一點難過的 然後剛剛那個人 就是有點嗆聲這樣 他有拿刀是不是 對對對 他是直接從身上拿出來 還是有回去車上 回去他們的休息區裡面 車子走了嗎 人走了 人走了 出不了解 雙方長期都因為 爭奪客戶有口角 沒有想到上午吵鬥 不可收拾 竟然持謝傷人 19歲零性嫌犯 砍完人之後 立刻騎車前往派出所投案 18歲傷者送醫 沒有生命危險 全案警方偵訊過後 將依照傷害罪嫌移送法辦